迎着夕阳滑下山 各楼神仙后空翻 人见人怕佛光道 这里就是将军山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来将军山滑雪呢? 1.绝美夕阳拍不完 我说这里有滑上最美夕阳 没人反对吧? 逆光拍 顺光拍 滑雪拍 怎么拍都好看 为了满足大家的拍摄需求啊 山顶还有鞦韆打开点 还有专门开过去当道具的亚尔水冲 就算个滑雪啊 光看这个风景就只会票价喽 2.丰富雪道滑不逆 地形公园特别丰富 跳台倒进 应有尽有 一下去啊 雪道上已经没人了 满山的野水啊 到处都是雪友们 兴奋的呼呼声 被雪友们戏成 谷克医院赞助的最陡佛光道 亲手不要随便吓哦 下去你可能就看见佛祖的光辉 将军山还有夜场 晚上可以滑到11点咯 只要你够勤奋 一天12个小时 无视梦 无论是想学滑雪的清晓小白 还是身经百战的滑雪老炮 将军山一定能满足你的胃口 3.服务体验 没得说 山顶的雪友质物架 处理雪境起雾的吹风机 挑板台 免费姜茶喝到吐 缆车里啊还有擦鼻涕的纸巾 用完就得还哦 下下缆车呢 还有工作人员帮你拿板子 4.度假旅游超方便 阿拉泰斯啊并不大 下了飞机 5块钱的机场公交 可以抵达市区的任何一个酒店 从市里打车到雪场只要10块钱 除了将军山啊 人间净土卡纳斯 童话村庄的河沫 想去其他滑雪场呢 从将军山到红极哥布林 还有磕磕段滑海场 都有往返办事可以直达哦 来将军山啊 已经第5个雪季了 每年啊都看到将军山在不断的变好 这样一座包容性强 不断进步的滑海场 谁能不爱呢 想看将军山滑海场的吹喝重行 全部攻略吗 关注我给你答案